就在5月28号 首架交付东方航空的国产C919完成了商用首航 搭载着130余名乘客执行MU9191航班 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 耗时2小时25分钟 平安落地首都国际机场 享受到了民航的最高礼仪过水门 首航的成功意味着C919从研发、制造、取证到最终的全面贯通 中国产的飞机正式加入了空中群体重 结束了天上飞的只有美国波音、法国空客的时代 东方航空也承诺利用C919探索更多可行性航线 虽然C919已经展翅翱翔了 但背后还隐藏着诸多的风险 其中航空发动机就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美国就曾要写道 如若放弃和波音合作 就拆了C919的发动机 如今美国还能得逞吗 C919的发展历程 2008年11月 中国商飞公司正式启动C919项目 计划研制一款150座机单通道干线科技 2010年11月 C919正式立项 开始研制 2015年5月 C919首驾机下线 2017年5月 C919首次试飞成功 2021年7月 C919完成首次海市 2022年12月9号 C919正式交付东方航空展开100小时飞行验证 2023年5月28号 C919完成商用首航 C919飞机 是我国首款完全按照国际先进试航标准研制的单通道大型干线科技 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最大航程超过5500公里 最大载客辆168人 性能与国际新一代的主流单通道科技相当 在C919的发展过程中 美国曾对歧视加过压力 具体来说美国政府和一些航空公司曾对C919的研发和生产提出质疑 认为其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和技术水平不足等问题 此外美国还对中国航空产业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和技术封锁 限制了中国航空产业的发展 然而中国商飞公司并没有因此放弃C919的研发和生产 相反中国加大了对C919的投入和支持 加速了其研发和生产进程 同时中国也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和交流 提高C919的国际化水平 在2008年立项以来 C919经过9年的研制 突破掌握核心技术100余项 体现了我国航空制造业等多个领域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通过C919等国产民机项目 我国掌握了5大类 20个专业 6000多项民用飞机技术 加快了新材料 现代制造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 形成了地跨22个省市 近20万人参与 辐射全国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 美国还能断供C919的发动机吗 在马克龙访华之际 中国给予了空客300架的飞机大单 这也直接引起了拜登团队的不满 直接威胁到 如果不购买波音的产品 就拆掉C919的发动机 而美国着急的原因很简单 中国市场是波音最大的客户 库存的飞机里面有过半是给中国航空公司准备的 如果出口到其他国家 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重新定制 而国着空客是波音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自然不肯让其好过 目前C919使用的是CFM-Lit1C发动机 这是由美国通用电器和法国塞丰集团合资开发的发动机 但这款是整个系列中推力最小的 更为高端的并没有授权给中国使用 美国打的什么歪心思试人皆知 好在性能暂时能够满足需求 除了航发之外 在航电系统等关键技术上同样缺失 在美国启动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之后 供应链问题也相当的薄弱 这也给C919的国产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由于C919是中国第一款大型民用飞机 国内的供应面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这使得C919的部分零部件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 这不仅增加了成本 也增加了国产化的难度 好在中国科研人员一直都没有放弃国产化 中国正在积极研制自己的发动机 以替代进口的发动机 据报道中国正在研制的CJ-1000AX-S 发动机将在2023年前进行试飞 因此美国想要以发动机断弓来向要挟已经很难了 除了发动机外 C919的其他零部件也在不断实现国产化 例如C919的机翼 维翼和机身等部件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此外C919的电气系统 严压系统航电系统等也在逐步实现国产化 总的来说C919的国产化进程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是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积累 相信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C919也将逐步实现国产化 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 值得一提的是 波音和空客都在第一时间向C919发来了诚挚祝贺和热烈祝贺 这个开放友好的姿态被中国社会接收到了 说实话 多少也有点意外 因为美西方从地缘政治出发推动的恶性竞争 已经严重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氛围和环境 这也使得波音和空客的祝贺更显难得 外媒在报道时称 C919对波音和空客几十年来在其最重要市场之一的双头垄断地位 构成了一次小规模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挑战 但从更高的站位看 良性的竞争将促进更多创新 创造共赢效果 仅凭这次的祝贺 可以表明波音和空客的格局要比华盛顿的政客大得多 有人热衷于计算C919有多少个零部件是从国外进口的 包括用的发动机是美法和资企业提供的 想以此来说明C919不是中国自主生产的 这说的完全是外行化 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从来就不是矛盾的 与波音和空客相比 C919起步要玩很多 从一开始就不是闭门造飞机 但它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飞机 是中国设计研制的 这毋庸置疑 如果以为造大飞机就像搭机木拼勒高一样 把各种零件组装起来 那只能说无知者无畏了 至于中国在C919上展现出的自主创新能力 引起美国一些人的忌惮 我们需要强调 C919不仅是中国人的成功 同样是国际合作包括中美合作的成功 也有一些人担忧 得不到美国和欧洲的试航证 C919大飞机根本就飞不出国门 这也就意味着C919大飞机只能飞行国内航线 根本无法实现对外出口 与波音空客 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同台竞争 也无法赚取外汇 为上海商飞创造更大的国际利润 一些人担忧缺少了欧美国家的试航证 C919很有可能会被美国联合扼杀 那么对于C919没有获得美国的试航证 真的会面临如此险境吗 毕竟我国研制这样一款大飞机 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科研实力 就这么轻松会被美国家所扼杀吗 其实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从欧美国家的试航证谈起 试航证就是美国和欧洲为其他国家的 大飞机颁发可以飞行的航空通行证 当然就世界而言 当下也只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两架 说白了 他们所谓的试航证几乎就是相互承认 对方的飞机可以在本国领空飞行 如果无法获得相关通行证 就意味着根本无法在他们国家领土上空 执行商业飞行 可以说出于对市场垄断的需求 波音和空客肯定不会喜欢中国商飞 进入国际空客市场 那么不承认中国商飞 不承认中国C919客机拥有国际客运能力 不给中国C919客机颁发试航证 将会是大概率的事情 本身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就是极尽打压 美国担忧中国在科技领域会超越自己 最终打破美国的科技垄断 让美国无法继续充当世界科技霸主 而随着中国大飞机的生产和投入使用 这在无形当中又给美国波音制造了一个新的对手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 美国一定会卡住中国的C919取得美国的试航证 到目前为止 C919还没有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欧洲航空安全局颁发的试航证 这也意味着C919客机走向国际市场的脚步只能暂缓 可以说短期内美国FAA根本不会给我国大飞机C919发试航证 就像国产IRJ21客机安全运营多年也没有争取到美国试航证一样 美国就是不希望世界上多一个竞争对手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都未向C919颁发试航证 这就会导致它无法进一步扩展业务 而其他国家基本都以美国试航证作为自己的试航标准 如果美国不给我国大飞机发试航证 其他国家大概率也不会 虽说C919面临的国际局势有些不太乐观 但是我们要记住 C919研制首先就是要立足国内庞大的客机换装市场 要知道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场 而且我国早期从波音和空客大量购买了 波音737和空客A320系列客机 这些客机已经到达了需要更新换代的界限 这也正好给了我们C919可以大量替换国外客机的周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表了 2002到2041年民用飞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 根据报告 预计到2041年末 中国航空公司客机机队规模将达到8322架 货机机队规模将达到685架 根据报告预计2022到2041年间 中国需要补充各型民用客机7035架 其中宽体干线飞机1396架 而上海商飞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接收9084架客机 价值约1.4万亿美元 其中120座机以上单通道喷气客机6295架 而此前有券商研究显示 预估未来20年国产客机交付数量约3000架 总价值超2万亿人民币 行业负荷增速超20% 而就目前来看 C919客机的订单已经超过了1000架 这完全可以满足C919客机近10年的生产任务 这也完全可以让C919客机收回研制成本 并且实现小幅盈余 而且中国市场未来20年还会给C919客机迎来更多的订单 就立足于中国国内市场 都已经让C919客机可以满负荷运转 可以说10年之内C919客机主要供应的是国内市场 有没有美欧国家的试行证都无所谓 只要满足国内市场的基本需求 让C919客机能够实现正常的商业运转和盈利 这就是我们研制大飞机获得的第一步成功 有了中国国内的市场做基础 中国C919就可以削弱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这也同样让美欧不得不重视中国这个对手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 通过打压手段无法将中国C919扼杀 那么他们就只能接受中国这个竞争对手 当他们接受中国这个对手的时候 他们就会给中国大飞机颁发试航证了 尤其是他们还要保住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中国大飞机成熟稳定之后 也完全可以对美欧国家的大飞机重新进行试航鉴定 如果他们的大飞机存在部分隐患和问题 我们当然也可以取消他们的试航证 总之逼迫他们承认我们的试航证没有那么难 要知道我们可是拥有他们最需要的市场 而这就是我们制衡他们最有力的筹码 别看美国在面对中国C919大飞机 是可能会使用下三滥的扼杀手段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用怕 虽然前面有加拿大旁巴迪大飞机业务 就是被欧盟联合绞杀的 马来西亚国产飞机也在取得大量订单的时候 被美国绞杀 但是我们C919客机只要立足国内市场 稳扎稳打 最终实现全国产化运营 早晚有一天美国也得承认 并且给我们C919颁发试航证 而且报道显示 到目前为止已有至少27个国家 与我国签署了双边试航协议 其中包括加拿大 澳大利亚 巴西 俄罗斯 新西兰等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大飞机也可以走出国门 对于某些国人的担忧显然大可不必 对于某些国人的担忧